新诗控股FNN 今天在雪兰儿万达广场 欢庆140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 新诗控股特别以 我们的故事恒久不变为主题 与民众共同回忆 这家饮料集团的成长故事 同时他们展望在2025年 提升产品包装的循环使用 通过善用太阳能减少碳足迹 以便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1883年成立的新诗控股FNN 今天在雪兰儿万达广场 欢庆140周年 与民众一起回忆集团的历史故事 作为100PLUS品牌大使的 拿督李宗伟和脚踏车国手 拿督阿兹祖也前来助阵一同欢庆 而这次周年庆典主题是 我们的故事恒久不变 我们的故事很久不变 FNN dan bagaimana 也 telah meninggalkan kesan yang berkekalan pada para pengguna 我们的故事恒久不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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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积极发展位于 森美兰金马市的 最大综合奶牛农场 首阶段每年可为 本地和国际市场 生产1亿公升鲜奶 最终目标是把 新鲜牛奶带进我国 每户家庭 新师饮料营销 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梁慧燕也透露 他们打算改善产品包装 减少塑料对环境的影响 这场新师控股 140周年庆录演 将持续到8月27号 有兴趣的民众欢迎立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